歡迎來到ROBITS的各種開箱 今天我要來介紹IH電子鍋 那首先這一台是在2018年 就是我們搭盛世公主號的時候去日本買的這一台 然後我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這個外觀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介紹這一款最新的這個日本相印的 都是相印做的然後它是找日本再購買回來的 那這個是IH電子的壓力鍋 IH就是比較省電 OK 現在就直接打開 我先看到這邊有這個說明書 先拿下來 這個說明書 要保護一套 先這個保力量先拿起來 OK 我們就看到本體在這邊 靠裡面就沒有東西 我看這邊還有布一個 就是 OK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本體這邊有一個 然後打開來的話就會像這樣子 裡面有兩個 杯子 兩個就是這種兩米的杯子 然後還有布一個這個 那個飯匙 那這個是之前的 然後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它這個現在可以直接這樣立起來 那之前的都不行 然後還有 它兩個的材質是差不多 但是這個握起來會比較多 因為它這個是只有一根的 然後把它這邊做完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裡面這個內鍋 那這個內鍋其實都長得差不多 就是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 OK 然後它這一次這個外觀啊 它這邊 這個 它是很像鏡子的這種設計 然後這邊也有 按鈕 按鈕是跟之前的 還蠻像的 然後 它電線的話是收在下面 也是這種伸縮性 就是依照你要拉的長 然後你也可以 整個這樣子 進去 那之前它這個就沒有辦法 之前它就是 這個就是 會 就是一直有 線 這樣子 就沒有辦法收下去 那現在來做這個 比較 那兩台的重量 我們打一下 OK 重量是這一台的 比較重 然後呢 電線也是做這樣的設計 然後這邊也可以 打開來 然後打開來 裡面 兩個設計其實都差不多 然後這邊有 這個膠條 就是可以 防止它蒸氣和網絡 然後按鍵配置也是差不多 但是這一盤是目前最新的 然後這邊還有保護 然後兩個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台的 售價呢 跟這個 因為 是在日本買的 那這一台是大概要三千塊 然後這一台要七千塊 因為是最新的官司 然後兩台都有這個把手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以上就是Roberter 各種開箱文 記得訂閱分享 並且按讚 掰掰 我們現在來補充介紹 這一款 新的 IH電子壓力 對 我們現在打開 因為這兩款最主要的差別 是這一款沒有壓力 這一款是有壓力的 然後它的壓力的原理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首先原本的這裡啊 就是 你拆下來 就是會像這樣 就是一般的這種 鍋 鍋子這種 鐵的設計 然後 它這一個呢 就是你拆下來之後 它這邊有做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呢 就是有壓力的功能 你確保你的米飯會更Q彈好吃 那就是這兩款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這兩款 拜拜